原來在這個區域有均勻電場,由下往上有均勻電場 我們把電力線畫出來,這個是10等於10,向上就是Z軸 我們可以用K,也可以用Z,我們用Z 一等於Z,均勻的 那麼10就是一個長組,現在我們拿一個導體球擺在這個當中 導體球一擺上去,附近的電場就改變了 附近的電場呢,因為導體而改變 導體會被電場感應出一堆的電荷 於是它的電力線就變了,電力線就變成這樣 導體表面的電力線要跟導體垂直 它改變了電場,就是這個附近的電場改變了 在很遠的地方電場是沒有變的 我們現在要求,我們要求改變後的電場 就是說你這個導體球放進去以後 電場改變了,我們要求改變後的電場 這也是邊界值的問題 就是這個導體球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電位啊,通通是定值 我們可以定它等於0 於是呢,這是邊界條件的問題 電位也是這樣,無窮遠到無窮遠 這是正無窮大,那邊就是負無窮遠 從負無窮遠一直到正無窮遠 電場都是一個定值的 電場是從大的值指向小的值 當然我們不要從無窮遠 無窮遠是正無窮大 那這個也不合理,對不對? 我們說,某一個位置相當遠 它就已經是均勻了,不要到無限遠 所以它就從某一個10到0,然後到負1 置測膽的問題 變界值的問題 在某一個界面,這個電場都是均勻的 要改變的話,就是θ 它這個改變是跟θ有關 跟r有關 跟fine沒有關係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繞一圈 這個電位都是一樣的 電場的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 以致條件得知 v呢 它僅僅是rθ的函數 與fine無關 於是我們就把 上面這個最後一項呢 就不要 我們就得這個 一項 一二項 這個界我們秀過 我們沒有去解答了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現階段你就把它記起來 空解 v rc 成 要等於 那麼我們就把它的 邊界條件 寫出來 邊界條件 我們現在設 這個 導體上面的v等於0 我們另導體上面的 potential是0 當小2等於大2的地方 那麼 那麼 v呢 是等於0 當r 遠大於大2 不一定要 不必到無窮 到無窮也當然更是 那麼 v呢 就等於 負的 10cos rcos 這個跟我們 上一次講的是一樣 比如說這個是 這個是第一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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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 認分一點 這個是 θ 這個是 r 那麼 因為 電場到 相當遠 已經不是我畫的這樣 相當遠 就是 電場都是朝上面 都是朝上面 它的電場 電場 現在都是這個方向 10 這個方向 都是一個常用的 操作 那麼 v呢 v 它是在 v乘上 v 如果是 均零就是這樣 那麼 d就是什麼 這個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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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从高电位到低电位,所以电场是这样子,电场是高电位到低电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写一个复号,这个是它的条件 那我们就看这个,第一个边界在这里,V,R,θ,这个要等于0,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的R变成大R,这个地方的小R变成大R,它就是等于Sigma,L等于0,到无穷大, A,L次方,R,L次方,加上,B,L,加1次方,B,L,然后B,L,扩上C长 第一个边界条件带进去,它是这个值,因为这个是一个多项值,一个prenomial,多项值 这个L可以变的,从0一直到无穷大,如果这个值要很等于0的话,很等于0的话,那这个θ也可以变吗? 这个θ可以变,这个θ不管你变的哪里,不管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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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里,在表面上的V都是0, 那这是无穷的像加起来,而θ可以随便你变,你怎么变它都是0,那我们说,没那么刚刚好,只有一个条件可以达到, 就是每一项的系数都是0,那么就是0了,每一项的系数都是0才可能为0,如果系数不是0哪有那么刚刚好,随便你怎么变它都不是0,它都是0,那我们说,每一项的系数去为0, 好,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系数啊,每一项,L等于某一个值,这就是它的系数,那因此,我们就说, 好,我们就AL,乘上R,L之邦,再加上R的,L加1,等于1,这个关系,每一项都是这样的,那每一项里面,这两个加起来等于0, 于是,我们就把这两个加起来等于是,我们就把这两个位置数啊,合并成一个,就是把BL变成AL,那于是呢, 我们现在,BL它跟AL就有这个关系,AL,R的2L,加1次方,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把potential,再重写一下,本来是这个,我们现在把BL也变成AL,那它就一个位置数,那,这个位置数, 是,而一个就是, Br它,现在就是,Vr, $ sind要小冬附近l,那现在把这两个加一起包,R的L加一起包, 1 6 3 4 那就變成這樣子了 好,現在我們就 把它分作 R 裡頭的電位都是等 等電位就不要算 我們就看這個外面 好,外面 我們就看這個 第二個 potential 第二個 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當R 遠大於 大R的 石頭 我們已經知道 它的V 是等於 負的 V0R V 再進去 這是第一個邊界條件 這個是第一個邊界條件 現在我們看第二個邊界條件 再進去 那 則 V R C 就要等於 這個 L 由0到 無窮大 或者我們 我們先等等再寫 等等再寫這個 我們把這個 R遠大於 大R的時候 這個值非常大 所以這個 跟這個比呢 這個也非常大 這個分母比這個更大 於是這個值跟它比起來 就小到 可以忽略的地方 所以這個 第二項 括弧內 就剩下這個 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Potential 更進一步的解決 現在第二項 括弧裡頭 第二項沒有了 只有第一項 AL R的L 為什麼我會 我出到 Steven 然后 P L Cosan-C 這個要等於 0 10 R Cos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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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它是什麼 等於我們要解這個al的兩邊都要乘上pl' 這個也是 那這兩個相乘pl跟pl'相乘 只有l'等於l的時候才存在 那也就是說這個絕對不是零 所以它一定是什麼 它乘一個pl'不算系統的時候 那l'一定等於1 那l要等於l'才存在 因此這個l等於l等於1 所以我們說呢 所以pl我們先寫這樣 因為pl'是pl'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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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פ' pl' 所以這個裡頭 因為 多像是 把 L 等於 L 等於 L 等於 1 如果 L 不等於 1 的話 這項都沒有了 既然都 其他的 如果 L 等於我們寫 但他們 L 不等於 1 的時候 V R 等於 0 和 所以 我們就知道 這一項 這等於 1 1 就是 cos 以下 所以我們就有 A 1 R B 次方 全 cos 以下 因為 P 1 是 cos 以下 這個要等於 這個要等於這一邊 負 1 0 2 cos 以下 我們從這個 這就是 R 文 A 1 是誰 2 1 0 可是 我們看到 我們一直解除這個 那個是這兩項合併的 這個其實還存在 還存在 那麼 B L 呢 B L 是這個 那我們今天要把這個 A 1 帶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 L 代入 B L 等於 B L 等於 負 2 A L R 等 2 L 加 1 次方 A 2 B L 等於 A 1 ود 点 R A 1 情況 A 1 aff 1 Q A 1 A 1 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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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 A 1 等於 A 2 A 2 A 1 等於 这个就变成复复得正 10的二三次光 所以A1,D1我们都有了 于是我们就知道 电位残住 为V,R,θ,整复的 D0,R,减掉 223方,over2,0方 乘算过3θ 这是电位函数 电位函数求出来 我们可以求电场 对不对 任何一点的电场 电场函数 由B等于负的 和A1.V 求电场函数 那我们就把这个 选择它的component ER的component 它是等于负数的 它是V V over partial R R universal 这个等于多少呢 它是等于 我们把这个 对R做片为分 我就去做它了 那你们回去自己算一下 一零 一零 一加占 两对的R 大R三次方 小R三次方 扩成θ 然后还有一个θ component 负的θ 它是R分之1 它是V over partial θ 我们从对θ来做一个微分 这更简单 就是对cosθ做一个微分 它是等于负的θ unit 它是V over partial 乘算一零 一一减第二 二三次方 CAPITAL RQ 乘算三十一加华 那三十零 它就这两个component 好 再来呢 我们就要求 这个 道体球表面会感应出一些感应电荷 它的深度 并不是均匀的 我们可以求 道体表面感应电荷密度 我们有这个 E N 等于N Univet Sigma over Epsilon Normal Zero 球 我们说 在道体的表面 它的Normal direction 是向外的 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在R等于R的地方 一方 我们知道 Normal direction 就等于R 的Direction 等于R的Direction 那么 因此它的 E N EN 它就是等于 E的 R component 这个是R 这个是R 就等于R R 所以 第二的很多呢 不管那个小R 也等于大R 那我们就可以解除了 Sigma 它也是Sigma的函数 它就等于 这个乘过来嘛 这是 A Epsilon Zero 纯上 E R R 掉了 Captal R 好 我们把这个词再进来 E0 Epsilon Zero E0 E E加上 2 R 3 Captal OVER R 3 C 等于 这一组 不过 这里是 当 R 等于Captal R 的时候 那这个就变成2 1 加2 就等于3 所以 这个就是 3 倍的 Gip 0 E 1 乘上 Captal Captal 0 OK 这是奥迪表面的 变荷密度 它是Column Column 是Column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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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这边,这边不是零,这边不是零,绝对不会等于零 你现在乘一个这个东西积分,你要它不等于零,一定要怎么样 L'要等于一,对不对?L'不等于一,不就是零了吗?就是零了吗?就是零了 那么,你这边,你这个L也等于L' 你L不等于L'都是零,只有L等于L'的,它就会存在 所以L就等于L'等于一 一样,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回去想一想 回去想一想,现场 我不晓得你们反应是很容易,叫我的话我反应不过 我看出来,要慢慢看 一遍不懂,看两遍,两遍不懂,看三遍 那些死工夫,不是那些很聪明的,一看就知道 我们有的聪明人,你真的想象不到 看到这个,前面就知道后面 看到后面就知道前面 我们有一个,中国数学家的名叫 杨洛文,他没认过什么大学 他是一个炸货店里面的 我们都翻过 有一天,他就 那个杨振宁的爸爸 他去买东西啊,就看那个小弟 坐在桌子底下,靠在桌子 翻那个人家不要我的书啊 用来包花生理的 撕下来包花生理的 他就看得清清有味 他说小弟,你看得懂啊 我看不懂为什么要看 他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 就问他几个问题,他都知道 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书有一页没有一页的 你怎么会懂 因为我们包括这个 博士这边有说是那一点 残缺不全文 他说,我看前知道后 看后知道前 当中,听到没关系 哇,这个杨振宁的父亲啊 他是新南联大的教授 感觉到这个人了不起 这个聪明都不得了 就把他推荐到这个 数学系啊 他是数学系的教授 去打工 当这个工人 工友之类 他结果他三年之内啊 把那个图书馆里面的数学书都看完 那个书不单单是中文的 一定没有法文 他从中看完 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念 念这个研究所 请念下来 就拿到博士 回去以后啊 那聪明都不得了 那时候他反过来说 说这个杨振宁他爸爸 又老又笨 为什么他觉得他又老又笨 因为一本书啊 叫我们看啊 叫我来看啊 可能要半年一年 他大概就这么翻过去啊 跟看这个金融的武侠小说一样 就看吧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久啊 那不是老就是笨啊 对不对 那人是在聪明才智啊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像这种问题啊 你回去啊 你就左边 跟右边 都乘一个这个 来积分看看 OK 等是左边 等是右边 都乘一个来积分看看 你就会发现L 非等于第一 好的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